其實兩個角色分配是怎樣的 角色分配 他是他做飯的 我出去玩的 我之前是一個導師來教一些酒的課程 在上課當中認識了一位學生 就是我鄰近這位 Joseph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商業夥伴 上課的時候 都會試一下酒喝一下酒 通常我們喝完酒之後 落完糖之後 都會繼續去試酒和喝酒 之後就在這裡說 其實我們都喝過很多不同地方的酒 為什麼沒有香港的酒呢 最初白人瑞這個品牌 最初都是在一個不太清醒的情況之下 發現了出來 我們想想想想做一種屬於香港人的酒 我們整個味道 材料 以及整個瓶的設計 全部都是用這個方向去出發 希望真的可以做到一種 香港人可以認同的酒 因為煎酒的製作過程就是用一個沒有味的酒 加入一些草本材料去進行再蒸餾 比較容易體現不同地方的食材的差異 這個味道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研製 我們不想味道很單一 所以在製作的時候 會加了很多的一些 Wooden 或者我們叫Tales 的味道 尾段的味道 所以你這樣喝下去 後味道是很長的 煎酒很容易 反映到一個地方的文化和食材的特色 有東方色彩、亞洲色彩的食材 我們都可以放入煎酒 可以令到更多人了解和認識 當中這些味道 背後的意思 享受 慢慢試一下 如果你沒試過 自己買一瓶飯去試一下 好像廣告一樣 人生是應該做一些事情出來的 有一個 purpose 在後面去支撐自己 我們做這酒最大的 purpose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做一隻 香港人認同的酒 最重要是沒有香港的酒 覺得差點東西 因為我來自香港 我是香港來的 我們覺得每一個地方 對自己身份認同 其實有一瓶酒是其中一環 其他酒吧全部都是外國的酒 有些朋友來到香港 你有沒有一些好標籤 或者是香港喝的酒 香港我們在土生土長 但又找不到這個元素 我們很希望做一隻酒 可以擺到上酒吧 或者擺到外國的酒吧 給一些酒吧 或者給其他人 去享受我們的味道 或者香港人的味道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的 goal 我們希望可以真是 為這個地方做一點點東西 乾杯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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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乾杯乾杯 乾杯乾杯乾杯 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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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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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